很有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n 今天來看印加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行比賽是阿拉伯天蹄地圖 好 那我們稍微來講解一下印加 印加這個威敏最大的特色是 這個有投石手 再來就是他的 建築的石料費用是減免15% 但我覺得這個減免的費用並不太多 所以其實沒有太大的感覺 那我覺得他最特別的是這個槍隊長 還有這個植物段這個科技 那槍隊長的話是有義工的射程的步兵單位 那他的植物盾呢 可以讓投石手槍隊長還有義勇士 遠防加二進防加一 所以可以讓他的步兵單位變得非常非常坦 那這次也是蠻剛好的 因為印加本身是一個Counter步兵文明的 那又再次選擇是阿茲特克 也是步兵文明 所以就會蠻好奇 這個印加對上阿茲特克的打法 到底會不會有比較特殊的打法 那這邊看起來印加 好丹尼爾這邊決定要來打棒棒開局了 那右這邊是選擇了這個阿茲特克 哇這邊17P要上封建欸 哇靠這個上封建時間也太早了吧 哈哈 有點傻眼喔 哇17P上欸 這個真的有點狂 好那阿茲特克的話呢 他最大特色是村民的攜帶量增加3喔 所以他前期跟後期的經濟狀況其實都是不錯的 那他是比較偏軍事文明喔 那軍事生產的速度喔 這個生產單位的速度也是特別快的 像是出老鷹阿 或是出劍勇 那他出這個龍冠戰爭喔 就可以讓步兵藏在增加一點 所以阿茲特克是純打步兵是最適合的一個文明 但是他又有這個紫毛器這個科技喔 可以讓他的戰毛兵攻擊力加1 射程也加1喔 所以阿茲特克到後期喔 通常是打一個戰毛啊步兵路線喔 喔才會打這個強弩喔 因為他強弩沒有拇指環 所以會比較弱一點 雖然還是有三級射 好這邊 哇這兩隻棒棒加這個鷹刺猴已經 騷擾到點東西了 這隻村民可能會被抓掉喔 這個鷹刺猴有點在卡位 哇自己的鷹刺猴過來卡 這個肯戳的屎 再一槍 哇戳爛一隻 沒想到兩棒棒居然打贏了 好先戳掉對方的鷹刺猴 那這樣就蠻賺的了 那這邊 直接落後一村的右 要怎麼反打啊 直接下射箭場 OK反正有在挖金礦嘛 一人挖金 那有人會說 欸為什麼要把這個村民關在裡面喔 這個是要來減省挖礦的空間喔 那待會 又要做的事情喔 就是先把這個金礦給挖掉 待會過去補著村民喔 也是要先把這個金礦給挖完喔 這樣才可以把裡面的村民解救出來 不然這邊 真的對方攻兵來的話 自己又守不住 這一隻村民就只能當作甕中之別了 就很麻煩 好那這兩隻 棒棒 騷擾的東西還蠻多的 丹尼的這邊賺到了蠻多的甜頭 那封建時代這時候也快要上了 還有15秒時間 這裡應該會直接按弓兵喔 不會去按這個毛兵了 好這邊稍微撤退一下 這邊趕快補一下魔防 補一下魔防 那一開始的經濟搭配喔 都是會偏向於石墓的 像這樣子 那佑德這個選擇 為什麼是單伐木場 去做一個 食人伐木的原因 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的木區喔 木頭是要先投資在這個射箭場上 要待會喔 木頭比較有餘力的時候 才會去開第二個伐木場 就是不會像一開始喔 如果你的村民已經全部都投資在這裡 然後你要急速上這個射箭場的話 通常不會開第二個伐木場 因為一個伐木場有100木頭 那一個射箭場是175木 你是一個17P極限上封建時代的時候 木頭本來就會很吃雞 這時候你再多投資一個伐木場 可能會讓你的木頭不夠 導致你的上封建時代 第一時間沒辦法蓋下這個射箭場 讓你的進攻或防守會出現點問題 那這是比較細節的部分 所以正常來說會像丹尼爾這樣子喔 一個伐木場四個人 甚至五個人 去做伐木 這個才是比較正常的一個經濟配置 那丹尼爾也是可以實錄 稍微加速一下 那待會喔 又應該是不會再補第二個伐木場 而是待會移上城堡時代 誰去開TC喔 那這段時間他的工兵 毛兵要稍微去控一下 OK工兵這邊對射一下 收掉兩隻棒棒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就好 因為前期的工兵對射都是小打小鬧 不會有太多的一個狀況出現 好那這邊的細節就是 你要趕快喔 把這所有的木頭去伐木 欸這邊還是開第二個伐木場 OK那他這個打法跟我講差不多 該開的時候就會開第二個伐木場 好那肉量穩定之後 就會去開第二個伐木 讓自己的伐木經濟再更好一點 所以其實最正確的玩法還是這樣子 一個伐木場五個人就好 再多下去的話 其實他的這個效率會越來越差 因為那一區的伐木會離這個木區越來越遠 導致你的木頭的採集的效率越來越差一點 好那第一時間上路到城堡時代是影家 DANIEL 那這邊已經拿到異村的優勢 但是為什麼 GENGA GENGA 這邊...又好像... 他分兩隊是不是 你為什麼這一坨工兵這樣後面 他這邊是不是要防守 可能覺得後方有繞兵過來 結果他全部部隊都在正面 哇還好這個刺毛兵去前面擋 如果是弓兵站往前可能會被收光 那這邊可能要按幾隻音刺猴出來擋嗎 這邊還是先點一防 OK他在等這個弓兵護甲 等一防好之後才要反打 因為這防也是一攻一防 這個沒有一防來說換起來會很虧 其實這邊還有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去按幾隻音刺猴 直接出來擋會比較好一點 這邊直接硬點對方弓兵 只要把對方弓兵換掉之後 銀刺猴出來就會比較好解決一點 這三隻沒收掉有點虧 後面有更多的毛兵過來 銀刺猴在按了 這邊被鬧到生活無法治理了 毛兵跟刺猴要趕快去按 結果沒辦法 弓兵打銀刺猴還是太動了 沒有一防的關係 這邊又有個細節沒有打好 他這邊居然沒有先補一擊防 這個靈甲科技 既然都在按銀刺猴的情況下 點個一防 大幅增加這個防禦力 也比較好抵抗對方弓兵的傷害 沒有點的話真的被打還是太痛 感覺沒有出來是銀刺猴 抗渴攻兵的一個感覺 好阿茲這邊 以上城堡戰應該是直接開3TC吧 但是現在由於投資了這個劍塔的關係 3TC開不出來的 你們要先去挖石頭 再開TC 那前期這個經濟就會被拖倒 所以讓右這邊會有點小小的劣勢 那硬家這邊反而可以直接開下3TC也沒問題 他這邊是開了3TC 他這邊有賣石頭賣了110 OK那是雙TC開局 那這邊由於也沒有市場關係 所以右也沒辦法直接靠買賣 去做一個買石頭動作 然後趕快開TC 好這裡有100石頭了 TC開在前線的位置 剛剛有一個附近 這個位置其實還不錯 但是要特別注意 這邊駝車卡在這個位置會很難受 前線喔 Danny爾這邊也是蓋了一個BK做防守 待會這邊 喔 還出頭十手喔 哇 這邊很針對 這就是我說的 因為阿茲特克本身是個鋪兵文明 比較有可能的是對方會直接出 英刺猴做反擊 但沒想到右這邊直接生戰毛 戰毛升上去 然後升二級射 待會3TC開完之後 才會再去補這個大學 再把這個彈道學給研發出來 讓自己的毛病再射準一點 那感覺阿茲的一個策略喔 那Danny爾剛才也是有想到 所以才按這個BK去做一個反制 因為這個頭車是很Counter對方的頭車的 那這邊可能要趕快偵查一下喔 如果他這邊有知道對方TC開這個位置的話 Danny爾肯定是會狂按喔 三台頭車出來 或是兩台 直接狂砸這個TC阿 這個TC真的是 太好打了 是我的話我一定會狂按頭車 至少按個兩台 最少最少要兩台來砸 那三台來說比較好 會比較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然後也比較容易拆得掉 好 那但是硬家這邊有點尷尬喔 因為他這邊打的是頭死手的關係 所以其實並不太好抵抗對方的戰毛兵 戰毛兵打這個頭死手上是很高的 而且對方攻兵打這個頭死手也是Counter 那為什麼要出頭死手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對方可能會出老鷹來解頭車的關係 所以Danny爾想到一個最佳解的方法 就是出頭死手這個單位 那頭死手的話也只有鷹加這個單位有 這個文明有的特殊單位 結果這個戰毛兵超Counter 頭車稍微反擊一下 OK 那待會頭車也出來了 右邊這一台 現在這個傷害多高 高打低 一發幾乎是100D傷害了 這個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好 八隻 頭車過來 長一發 但是 先頭的是頭死手 但是這邊被預判位置換掉了 頭死手血量直接掉聲一點點 好 那果然又補了一台頭車過來 兩台頭車開砸 第三台也在路上了 這邊也是斬了一些毛兵 但是毛兵沒有生戰毛 丹尼爾這邊打法公共搶的其實蠻相近的 好 這邊頭車砸一發 但是第一處的關係 所以砸不爆 全吃頭車傷害還是活了下來 好 兩倍頭都大 但是這邊是第一地喔 這邊第一打 到 很極限 還是換掉了 哇 我們再互換一下 可以 這換的其實不錯 OK 頭死手打這個 冰刺頭實在太痛了 再一發可以戳掉嗎 哇 來不及 趕快修一下 趕快修一下 好 那這邊頭車喔 順利的抵抗住對手的 頭車打TC的騷擾 重新站回這個高地喔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好 那頭死手果然 打這個因此我還是太痛了 這邊 大量的戰毛破換的結果 那後面也是3TC開局 好 那這邊 丹尼爾的想法喔 應該是先是5個人挖石頭 待會可能要到前線喔 直接插城堡 直接把城堡插在這個位置喔 把他的附近給躲下來 還可以鎖一個射箭場 跟一個TC喔 這也是蠻賺的喔 那如果他要這樣做的話 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趕快爆老鷹喔 把老鷹的數量爆起來 有強軍是給對手壓力喔 讓對手沒辦法輕易的使用 頭車或戰毛 這類的單位直接守下來 你當兵對手自己去轉一些 什麼常見兵啊 或者是直接轉出英勇士喔 或者是直接插城堡 出這個爆老鷹來抵抗 那現在印加這邊的思路比較清晰一點 但是第一時間喔 又這邊已經挖出了第一洞城堡 蓋在這個位置啦 這個位置確實很棒喔 蓋在這個位置之後 這個附近喔 跟TC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我覺得又現在的想法應該是 先繼續農 先不要跟他決戰 反正他強勢時期是帝王時代喔 有這個金冠之後再來跟對手打 是他的全勝時期 所以又應該不會在這個時期 太爆太多的兵喔 去跟對方互換喔 應該只會稍微抵抗他對手的進攻而已喔 應該會開出第四個TC 正常來說 照這個局勢來看應該是會有4TC出現 第四個TC開這裡 雖然有金礦還不錯 但感覺開這個地方也不錯 這裡還有石頭 阿茲這邊還有個細節喔 就是他這邊趕快去找這個聖物喔 沒找到一個聖物喔 搬回自己的修道院 就會再多一點黃金喔 因為一般的黃金產量是100% 所以他是每一個黃金是133% 所以你每多搬一個黃金喔 每多搬一個聖物喔 就會多33% 所以是拿到三個聖物的話 等於是四個聖物的黃金產量 阿茲的這個團隊加持喔 是非常強大的 是因為這個效果是連隊友也吃得到的 所以例如說你的隊友有什麼 像是什麼 欸...葡萄牙嗎 欸不是葡萄牙 欸那個叫什麼 欸...聖物有產出的那個誰 看我忘記那個誰 有點忘記要這個名字 哈哈哈 反正跟生物有相關喔 搭配阿茲的話 其實效果都還不錯 我記得有個文明喔 把這個生物放到修道院裡面喔 會產出食物來 但我有忘記誰 是葡萄牙嗎 好像是葡萄牙 那再來就是還有其他文明喔 那個... 還有誰啊 喔有點忘記耶 其實還有一個 比較特別 太久沒有看到這個能力了 好沒關係我們繼續講下去了 好那帝王師太果然點一下了 那這邊硬家也是點了帝王師太 那這邊有三頭車 加衝車的一個... 一個... 強軍式的打法喔 但只要裡面有台頭車 應該就是能首度這波進攻了 好這邊可能要稍微測一下 先把對方的頭車擠一掉 才能再繼續衝撞 好這邊直接砸掉頭車 很賺 但是因爺頭已經跑過來了 而且這邊是有視野全衝衝包圍的 好應該是要直接被抽掉了 倒了 好果然出了爆勇士 但是爆勇士依舊還是會被投手鋼咳 哇直接被投死 直接秒殺爆勇士 太狠了 但是打這個戰錨真的是有夠癢 那在上上次的改版喔 這個硬家的... 有...有爭搶喔 投手手的部分 以前的拇指環是沒辦法讓這個... 自己的... 投死手的... 那個... 拇指環的攻擊速度喔 增加了 但現在是可以的 所以現在拇指環... 讓投死手吃到之後喔 這個傷害變得非常誇張喔 好那因爺人這邊點一下呢 安蒂斯彈弓喔 這個毛病跟投死手沒有最小的射程 就是對方只要貼上來的話 他的投死手跟毛病喔 是沒法攻擊的 你等一下拉開一格拘留 才可以繼續做攻擊的動作 那... 只要點下這個科技之後喔 站毛病跟投死手 就可以無視這個... 一格拘留 可以站著A喔 跟這個奴兵一樣 站著跟對方扶A 是沒問題的 好當然弓兵還是要... 打帶跑一下會比較好一些喔 好不然這樣子... 跟對方單位... 直接應送 其實是不太好的一個行為 好...巨型頭司機要出來了 但是現在又有兩台巨頭的優勢 現在... 金刺猴 這邊要再抓一下 現在兵勇士了...升級好了 兵勇士現在仿佛是四仿 好... 但是有換掉他投車就很賺 城堡慢慢往右擴 這樣子把自己的紅金給... 控制下來 那很難的欸 看到又這麼很努力... 在圍架 會讓... 有點... 驚奇啊 好... 他可能也是擔心對方硬加... 轉這個老鷹飛進啊 也是蠻痛苦的 先維好再說 好... 這邊啊...阿茲啊 轉完...轉完轉出了這個... 直腦器啊 好... 直腦器... 打對方的... 投手... 投手手非常好用 打這個勝率喔 也是...不錯的 攻擊力8攻的戰矛 一隻強弩是10攻 他只是比強弩少了2攻 好... 攻擊速度慢了一點 這個... 戰矛兵喔 真的是硬加的... 超強垃圾兵 好...這邊是巨頭開拆 但這邊修的錯名很多喔 其實應該修的回來了 反觀是右這邊會有點危險喔 右這邊... 修的村民並不多 需要拉更多村民來維修 才有可能守住喔 那目前兩分都在爭取時間喔 如果右這邊城堡先倒的話 一定會... 出大事喔 對方投手或老鷹直接飛進來 就直居了 然後這邊硬加很努力 再轉出護兵科技喔 護衛技術跟滿甲都點下了 待會英勇士防御好 城堡一倒 就會直接飛進去了 好... 這邊直接... 4巨頭再繼續拆 但這邊有更多村民過來修理 正面直接開打 暴龍士直接被找走 但是... 本手還在輸出 可是很痛 哇...很尷尬 英勇士全島光 這些戰毛兵很難解 本手... 城堡有不痛 好...這邊5巨頭開拆 但這邊村民... 拉了村民更多來修理了 哇...這個是什麼 城堡複雜大戰 雙方都是5巨頭 在拼誰吃這麼多 現在在買賣了是不是 還沒有買石頭 所以賣了一點食物 好...頂下了戰弓 跟鷹刺猴的升級 阿茲第一時間了 城堡已經掉了 接下來就是要來做反擊了 欸...結果兩邊城堡都倒了 好...都沒辦法修得回來 好...兩邊都城堡都倒 但是鷹家這邊 沒有英勇士的一個... 數量在的關係喔 要先撤退 他應該是存在後面吧 他的鷹刺猴應該在後方 他是放在哪裡啊? 怎麼沒有看到 奇怪...他的英勇士咧 好...在這裡在這裡 OK 好... 目前看起來... 果然還是要打這個暴龍士 或是直接打這個老英龍 會比較好 好...精銳英勇士也點下了 好...直接被找走一波 哇...這個戰毛兵打暴龍士很痛 鬼之戰毛 好...就是這樣子 有夠鬼 齁...他打這個...頭...頭死手也很痛 好...那...待會...印加兩邊都是精銳英勇士喔 好...這邊點一下...龍貫戰爭 龍貫戰爭 龍貫戰爭點下之後 步兵攻擊力會再加4喔 那我記得...上浪變8加9老英吧 老英有點嗎? 好...有再出了...老英 再加4攻...8加9老英等等都要出現了 哇...這邊是怎樣 村民直接上來報名 連印加的...印加是可以吃到... 兵工廠的工房加成的 所以現在攻擊力是3加2攻 3級攻還沒有好 但遠防有6 直接上來拆對方城堡 這個有點...太...太爆米了吧 哇...這什麼啊 星台的一波流嗎 直接讓ICP出來給你拆 哇...這個很有畫面欸 哇... Danny爾這邊... 散用自己的民族特性 直接拿村民出來幹架了 但是沒有好3攻已經可惜喔 村民再多這個2攻的話 這個結果會更大大不同 好...村民...我覺得村民就直接 全部硬貼城堡就好 不用拿去打單位也沒關係了 只要能城堡讓村民貼到... 村民打這個...建築物商會 4外傷害加成的 其實像我是不錯的 好...那這邊五巨頭直接被拆光 已經可惜 結果這邊有點被反打回去 第一時間有點沒辦法抵抗對方的陰刺頭 陰勇士了...陰勇士了...陰勇士了... 好...中午點下3攻 阿姿這邊可能要轉點暴龍士出來擋比較好 雖然自己的陰勇士是有傷害的 但是現在數量不夠多的情況下 要稍微退一下比較好 不要一直跟對方開戰 稍微退一下 那現在由於沒有工程器的關係 所以待會要把這個地圖碰回來也是滿困難的 因為現在第一時間要把所有的黃金 投資在這個陰勇士 或是在這個暴勇士身上 對...沒辦法去除工程器 那反正是陰勇士現在有工程器的優勢的關係 可以繼續進攻 那黃金的話就能更容易痛得下 這名勇士要往前衝了 好...這邊直接衝了一波 先收掉對方的投死手 投死手全部送光 這邊直接上高地 並加暴民再度登場 這次是有二攻加成...三攻加成的村民 所以村民打人也是會有傷害的 好...但是村民血量還是很少 只有40滴 七攻的村民 再加上... 大量的陰勇士直接貼得上來 哇...這個沒辦法 這個可能會出事 哇...又可能要贏囉 可能... 欸...不對不對...風向怪怪的 哇...獨...獨...獨奶成功 哇...數量不夠啊 呦...這邊居然被壓了回去 冰家果然是南美中強軍事裡面 真的是很強的一個文明啊 雖然我覺得阿茲也是 但是阿茲也... 經濟更好一點 印加來說 戰術性選的更多一點 其實這邊喔 印加直接轉這個槍 槍隊長來打也是不錯的 直接多一攻 然後前面用英勇士擋著 其實也是不錯的一個方法 而且我記得槍隊長攻擊力也很高 所以印加這邊可以考慮喔 但我覺得應該是不太可能出來的這場 因為這場如果你要轉英槍隊長的話 經濟上是不可能允許的 你還要去升他的精銳喔 而且城堡數量也要夠多 那目前... 城堡大戰的關係喔 所以城堡的庫權量並不多 也升最後一個城堡了 所以印加這邊槍隊長出場可能性喔 偏低喔 幾乎40 好...那這邊是要來大戰... 兩邊做最後的集結 巨頭這邊想要抽雞 殺幾隻英勇士 就直接拉走 又有這邊有在看喔 這邊想要招翔 但是其實招...有點困難吧 畢竟人家的英勇士 是有招翔抗招翔的能力的 應該是可以招到一隻喔 欸...這邊Danny也打錯了GG 欸...為什麼是右贏了 欸...為什麼是右贏了 喔... 欸...不是欸... 啊你們最後怎麼沒有打完 哈哈哈... 為什麼右贏了 數量上絕對打不贏嗎 確實是啊...人家是8加9老鷹 那你是...9加4老鷹 血量雖然一樣...但傷害明顯有贏 但這邊採個高低應該還是有機會吧 好...這邊52隻了 好吧... 這個有點...讓我意想不到的結局喔 居然是...阿茲營欸 好... 其實他這邊不用按那麼多... 英勇士喔 可以考慮轉一點... 投石手出來啊 就是...搭配個十隻啊 在後面偷打一下喔 但是... 前線的部隊還是要這麼多啊 才會比較有用 真的有點太令人意外了 這個... 最後的大戰就還沒打起來 就直接先打GG了 他為什麼覺得他自己輸了 是因為自己拉太多村民去打嗎 感覺...也不是欸 這裡...不太懂為什麼這裡要投降 可能再繼續打下去 覺得贏家沒有垃圾兵的優勢吧 畢竟人家阿茲有這個戰錨 鬼之戰錨的垃圾兵優勢 打到沒有黃金可能覺得自己沒救了 然後聖物方面其實也拿很多喔 這邊阿茲是拿了三個聖物喔 等於是四聖物的黃金產量 打到後期確實喔 會比贏家多一點喔 那可能丹尼爾覺得打到後期也沒希望喔 先打出了GG 哇那經濟方面喔 確實也是右這邊喔 經濟非常的好 哇這個黃金聖物喔 三個喔 那這邊... 哇... 兩千多黃金 不然地圖上的黃金瓜喔 是丹尼爾有優勢喔 但後期喔 這個黃金會慢慢補起來 哇這個有點意外喔 丹尼爾沒想到最後的大戰 直接選擇了放棄喔 打出了GG 好啦那麼恭喜又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要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囉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